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 財經新聞 我是沈維彤 首先來看到美國公布四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年增率是百分之八點三 雖然較上個月的百分之八點五十 略減 但還是高於市場預期 而週三 美股四大指數全數下滑 蘋果就中錯了超過百分之五 科技股也是下跌 而臺股今天開低走低 除了電子族群是虛弱之外 航運 金融類股也是同步中錯 臺股中長是大跌三百八十九點五七點 收在一萬五千六百一十六點六八點 有分析就指出 短線臺股還是有機會反彈 但反彈之後 在利空的變數之下 預期在第二季臺股指數還將反覆徹底 好 美國公布今年四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率是百分之八點三 而這個是八個月以來的首次下滑 但還是接近四十年的高點 顯然物價上漲的壓力難以迅速緩解 美國勞工統計局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 在今年四月之前的一年裏 美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升了百分之八點三 略低於三月時百分之八點五的四十年最高紀錄 雖然通脹率自去年八月至今首次出現下降 但物價卻仍在上升 只不過漲價的速度比前幾個月稍慢了一些 數字顯示 通脹高峰可能已經過去 但物價飆升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住房 食品 機票 汽油等價格的上漲尤其明顯 白宮表示 除了通貨膨脹的因素 俄乌戰爭也無疑推高了全球能源價格 新唐人記者韓瑞 綜合報導 好 美國面臨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 而拜登政府傳出有意取消中國蘇美商品關稅 目前正在聽取企業界的意見 我們請教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川普時期對中國的出口關稅如果全數取消 這個對美國經濟產生的正面影響 還有負面衝擊會有哪一些 尤其2018年開始 美中貿易戰開啟了產業鏈的變遷 關稅如果喊咖 美中產業的競逐 可能走向什麼態勢 美國最近在外交策略上面獲得極大的一個勝利 但美國其實在內政上 政府的整個目前民調還是落後的 那民調當中重中之重就是在於通膨 特別是美國的物價非常非常貴 2018年開始川普總統開用了所謂的貿易戰 那這波的貿易戰打到現在 先來跟各位說一件事情 2018貿易戰是一個轉折 但2020年的新冠肺炎又是另外一個轉折 所以現在對於美國來說的話 他想要慢慢的去降關稅 那降關稅的話是兩手策略 為什麼是兩手策略呢 第一個 民生物品一定要降關稅 不然美國目前的一個物價 會讓今年年底 執政黨的選舉的狀況會非常非常差 但是就科技產品的話 壁壘還是在樹立當中 所以就現在來說我認為就高科技 網路 高速運算這一塊 美國仍然傾向繼續制裁中國跟俄羅斯 但民生用品的一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會高高舉起 輕輕放下 那最近我們如果來觀察台北股市 來觀察世界的一個股市 目前的美國受惠股 這一波已經開始在動了 例如說跟紡織相關的 例如說部分的商品 它是特別是供應所謂的美國市場的 例如說美國的很多的相關的那些 所謂的居住 食品等等 有跟整個美國有關的 最近的股市都在動 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 我認為美國其實就兩三個月以來 只需去觀察戴琪的一個言行 戴琪其實這一波 我們可以發現 他們在關稅上面並沒有所謂的 窮追猛打 就現在來說 美國想要解決美國的一個問題 但大家最擔心的是 那會不會再把優勢 回到中國的一個身上 我個人認為不會 為什麼呢 從2020年開始呢 幾乎所有的廠商 陸陸續續都要離開中國 那為什麼要離開中國呢 這是中國蒼茫之間的 封上海 關北京 讓全世界的都嚇一跳了 特別是這波很多的一個外商 我認為以現在全世界的一個潮流來說 在中國現在土地不再便宜 人口不再眾多 他們的薪資也不再低廉 所以就現在來看的話 慢慢的降關稅 可以讓美國目前通膨的問題得以解決 但就整個所謂的廠商外逃的一個狀況 我認為短期仍然會繼續的離開 為什麼會繼續離開呢 因為現在中國紅利已經不上 好 我們謝謝分析師 鏡頭轉回臺灣 臺灣中央銀行 今天在立法院進行專題報告 市井四大風險衝擊之下 各國央行又採取緊縮貨幣政策 全球景氣天真下行的風險 尤其高通膨的情況 可能要等到明年才會回落 臺灣下半年經濟表現也會受到衝擊 美國四月CPI年增率高達百分之三點八 全球出現高速通貨膨脹現象 臺灣中央銀行總裁楊金龍立法院 報告示警 地緣政治緊張 原物料價格飆漲 疫情反覆等風險 全球高通膨要回落 可能得等到明年 央行認為臺灣不至於進入所謂 停滯性通膨現象 但不會延 惡物戰爭以及疫情 成為國際經濟兩大灰犀牛 央行並引用S&P Global Markets Intelligent 預測 臺灣今年通膨率百分之二點七 明年CPI有機會回降到百分之一點七 到全球經濟的一個影響的話 那有可能 為了應對高通膨 美國加速升息腳步 除了五月升息兩碼 六月也將升息 央行強調臺灣貨幣政策 轉向緊縮 是否跟進 則有不同做法 楊金龍提醒房貸公屋族營營利率上升要做好槓桿以及財務規劃 央行不排除下一波房市信用管制可能性包括限制貸款陳述還有進一步的空間 好 帶您關心中共當局的清零政策付出沉重的經濟代價 有學者就預期對經濟造成的衝擊 是二零二零年武漢疫情蔓延全國的超過十倍 不過當局卻又要斥資兆元人民幣進行常態化的PCR檢測 中共是下令大城市建立步行十五分鐘核酸檢測的採樣圈 範圍大概是半徑一公里 面積三平方公里的一個圈 以上海市的城區來說 會覆蓋六到十萬人左右 而目前 杭州提出要建一萬個採樣點 而上海已經佈局九千個 而這項措施又被視為即封城之後 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實驗 而根據專業機構估算 常態化的PCR檢測 恐怕消耗人民幣一點四五兆元 約新臺幣六點四兆元 相當於中國二零二一年GDP的百分之一點五 好 再來關心中國房地產企業 融創中國近日傳出美元債券違約 一筆七點五億美元的離岸債券 覆息寬限期截止 但有部分票據持有人尚未收到利息 這也代表違約 並且顯示中國房地產業 似乎正走向崩盤的危機 目前中國前十大的負債房企 債務規模都破千億 總額高達十點五兆人民幣 約新臺幣四十六點八兆元 有房地產高管就認為 現在融創中國的失敗 恐怕意味著其他主要開發商 也將陸續違約 進一步打擊市場信心 好 中共封控也影響多家臺廠的營運 全球筆電觸控IC市占龍頭一龍電子 日前也宣布下修第二劑的營收 並且同步調降全年筆電出貨預估 而董事長葉一號受訪表示 大陸封控對四月份影響最大 夜一號說呢 今年筆電的出貨數量 可能比去年衰退 不過公司呢 會對高單價產品的出貨量 以及增加市占率來做彌補調整 目前看起來業績部分和去年差異不大 好 再看到上海封控延長 也讓許多汽車業者是被迫延長停產的措施 臺灣汽車製造廠在零件庫存耗盡之後 從四月下旬開始就陸續傳出生產線停工 還有稅修的消息 而當局的封控措施又將延長到十五號以後 讓車廠的五月第二個禮拜復工的期待落空 部分業者就算勉強復工 也是採取減斑 還有降載生產的方式來因應 有車廠業者表示 就算上海即日宣布解封 但物流無法及時恢復 由於進口車缺車問題沒有得到緩解 國產車也因為上海封控產量下降 車廠就憂慮將直接衝擊第二季的業績 鴻海集團與美國電動輕型卡車供應商 Lordstown Motors公司12日宣布 雙方正式完成代工生產製造協議 以及合資開發協議簽署 代表鴻海正式取得Lordstown的廠房 並延覽四百多位員工 俄亥俄州成為鴻海在北美地區 第一個電動車製造基地 日經新聞報導 中國可能在2025年 就面臨電動車產能過剩的窘境 因車商拼命充產能 地方政府也快速獲准 根據中國乘用車協會公布的數據 截至2021年底 中國新能源乘用車產能 高達569萬輛 導致車商的產能利用率 僅58% 日經新聞指出 如果2025年 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達到700萬輛 車商的產能利用率將疊至不到50% 極大機會面臨賠錢生產的風險 根據Factset的數據 石油巨頭沙烏地阿美 週三市值略低於2.43兆美元 蘋果週三股價跌超過5% 市值為2.37兆美元 沙烏地阿美3月報告指出 由於油價飆升 其去年獲利翻了一倍多 歐洲央行總裁拉加德十一日表示 歐洲央行可能在今年三月初結束資產購買計畫 並在之後幾週升息 這番言論推升市場對於歐洲央行最快將於七月升息的預期 這將是歐洲央行十多年來首度調升利率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好 帶你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iPhone代工二哥合碩 受到力訓業外金融資產評價損益的影響 今年手機獲利是季減近八成 是近十一劑以來的新低 另外歐美市場南部中國缺口 外資是大砍大江生醫的目標價 今年營運成黨力道放緩 另外金管會今天指出 匯豐未來五年會對臺灣加碼四十億 打造北中南旗艦中心 再來全家赤資五點六億元的新花蓮 多溫層物流中心今天開工動土 預計明年啟用 好 再來帶您關心 鴻海舉行首期的線上法術會前夕 公佈正式取得美國Rodestown Motors 位在美國惡害二洲的廠房 成為鴻海在美國第一個電動車製造基地 不過近期產業雜音不斷 中國疫情封控措施又有通膨戰爭等因素 不過鴻海董事長劉洋偉是相對樂觀 有信心全年營運相較去年能夠持平 當地美國媒體高度關注 招牌換上代表鴻海的Foxcon字樣 12號上午五點半鴻海正式宣布 取得美國Rodestown廠房 同時達成了三項合作協議 等同旗下電動車佈局跨入展新里程碑 這個歐海歐工廠已經確定成為鴻海在北美最重要的EV生產基地 在未來雙方會共同開發新車推向全球的市場 鴻海與美系車廠敲定合作 下半年開始生產電動皮卡 此外 鴻海平駕電動車Model C 二零二三年目標出貨五千到一萬臺 電動車佈局顯然對鴻海越來越重要 外界更是高度關注市況看法 劉洋偉表示 疫情瞬息萬變 再加上地緣政治 通膨等不確定的因素 對整體市況供需確實造成不小的挑戰 但出乎外界預期 鴻海看法相對樂觀 但若以目前最新的情況 我們再一次檢視全聯展望的話 我們覺得我們四個產品類別領域的能見度 其實要比三月法術會值來得更好一點 但整體來說 我們對集團全聯的展望 還是維持大致持平的看法是不變的 鴻海四大產品線中 除了消費智能產品表現持平 但雲端伺服器 電腦終端以及原件產品 第二季渴望呈現顯著成長 法人也關心中國持續封城管制措施 身為iPhone主要代工廠的鴻海 廠區衝擊影響程度 其實中國在疫情上面的管控 對物流確實造成了很大的挑戰 目前我們重要的廠區都營運正常 只有小部分廠區有一些影響 但整體的影響是有限的 那鴻海對於第二季看法本來就比較審慎 但是目前能見度沒有改變 我們仍然維持YOY持平的這個看法 劉揚偉強調 中國廠區透過長期管理經驗 深圳 鄭州等大部分廠區實行閉環生產 即便持續封控 鴻海相信影響有限 也會持續進行調度產能因應 並隨時關注中國疫情發展最新情況 新唐人亞太電視 陳輝摩 沈維彤 台湾台北報導 虎狗年度開發者大會登場 公布FIXO系列產品 有哪些亮點 下節新聞帶您瞭解 歡迎回來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 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首先 彭博社報導 比特幣自高點暴跌近百分之五十五 如果比照歷史走勢 跌回年限兩萬 可能性大增 金融時報報導 美國科技股跌不停 老虎全球管理公司 今年已經虧損一百七十億美元 另外 華爾街日報報導 生產香煙雪茄的瑞典火柴公司 統一全球最大煙草公司 菲利普莫里斯 以一百六十億美元併購 日本產經新聞 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架構 IPAV 日本 澳洲 紐西蘭和南韓 都將成為首批成員國 好 持續帶您關心 中國國企在年初收購了 加拿大的一家鋰礦企業之後 又有中國企業出手 另一家的鋰礦公司 而加拿大的國會議員就提議 應該對中共購買加國關鍵礦產 設置禁區 而最近一家專門生產工業炸藥的中國公司 又計劃收購另一家加拿大利益公司 百分之十以上的骨分 這引起反對黨的進一步關注 在綠色能源技術已經成為中共與西方地緣經濟競爭的最新前沿時代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也表示 要確保保護和開發加拿大關鍵礦產的戰略利益 為應對中共對全球離礦開採及產品的壟斷 加拿大和美國早在2020年已經聯手建立了安全的北美電池礦物供應鏈行動計劃 離被指定為關鍵的礦物之一 但是中共對這些關鍵礦物不斷上升的需求 也給依賴礦產進口的西方經濟體帶來了壓力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安妮唐雲 加拿大沃泰華報導 受到全球通膨零組件短缺的兩大因素影響 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場需求正處於疲軟階段 根據研調機構集邦的報告指出 第二季因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中國大陸遭到疫情反撲 預估第二季全球智慧型手機生產量是3.09億支 持續呈現季減 而且全球通膨個人可支配所得減少 造成換機週期延長 單機購買預算下降 加上中國大陸風控衝擊經濟 預估手機的全年出貨量從去年的13.39億下降到13.33億支 呈現衰退態勢 Google年度開發者大會今天是正式登場 一口氣公布了Pixel系列產品 並推出新版本的Enjoy13 還有哪些亮點馬上帶您瞭解 Google重回舉辦實體活動 在年度開發者大會上一口氣推出Pixel系列產品 首款智慧手錶將在今年秋天正式推出 而新款中階手機也正式亮相 這是我們的第一款手機 由Google Tensor Tensor給予我們手機智慧型機智慧 這是一年以來的硬體基礎建立 與最順利的硬體、軟體、智慧型機智慧 Pixel 6 介紹了一些超級新的電話機器 幫助您取出專業的照片 和其他人的語言 Google更驚喜公布今年秋季 才要登場的高階手機 採用新一代Tensor處理器 而Pixel平板產品也睽違多年 再度亮相 更新二十多個應用程式 不僅如此 原本的Google Pay 將更名為Google Wallet 不只有支付功能 還能將信用卡、車鑰匙 跟數位票證等功能都存在裡面 而目前全球Android每月股月專制 已經超過三十億台 Google也對Android 13進行更新升級 地圖功能也在升級打造全新的沉浸式石井 結合空拍和接井能從戶外一路看到室內景象 今年將在美國洛杉磯、英國倫敦和日本東京等地區搶先推出 新唐人 雅力電視 文貫寧 趙婷玉 整理報導 臺灣北科大宣布前瞻技術研究總部正式成立 要培育智慧科技人才 下節新聞帶您瞭解 歡迎回來 為了吸引優秀人才來臺工作以及就業 行政院會今天通過教育部擬去國民教育法修正草案 授權中央主管機關奠定海外懶財子女專班 並且增列無國籍學生進入學校就學的法院 全案將送立法院審議 全球科技人才荒 臺灣學界產業界是積極合作 培育智慧科技人才 臺灣北科大宣布前瞻技術研究總部正式成立 邀請多家大廠進行產學合作 而副總統賴清德也親自出席啟動儀式 台北科技大學前瞻技術研究總部在周四正式成立 找來大廠進行產學合作聚焦在臺灣三大重要產業 包括能源 人工智慧和半導體 這個對未來這個蔡英文總統的五加二產業創新 或者是六大核心產業 其實幫助都非常非常的大 我們不僅僅是要達到學術尖端這個目標 也能夠達到技術落地 所以學校跟企業界其實各有專長 利用這個前瞻技術研究總部 我們邀請業界的老闆 技術長 或者是資深的工程師 到學校裡面來跟我們學校老師學生 一起來做研究 做這個人才培育 同天接牌的還有易龍電子北科大研發中心 由董事長葉宜浩親自帶隊參與 除此之外 前瞻技術研究總部也邀集了 臺達電 友達 宏基 群光 美商桑布爾等多家大廠合作 臺灣在科技人才確實很缺乏 那我們現在就加強跟學校的合作來自己培養 那這次跟北科大合作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合作之一 易龍和北科大將針對車輛智慧化合作 葉宜浩直言希望合作成為AIDAS台灣之光 全專技術研究總部從人才培育做產學研發 盼能強化臺灣重點產業競爭力 新唐人亞太電視林家瑋 曾馨敏 臺灣臺北報導 好 帶您看到明天五月十三號星期五 有哪些重要的財經活動 首先美國公布五月密大消費者信心指數 另外MSCI指數半年度調整 核潤電能成立以及央行標售六百億元 兩年期訂存單 以上是五月十二號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偉彤 再會 感謝您的收看 感謝您的收看